AXA 金字塔 804 機殼 大家好歡迎收看 XF 頻道 我是馬丁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呢我們要來安裝水冷機 這款機殼是 ASA 金字塔 804 機殼 大家覺得有沒有很特別呢 因為它的外觀 就是一個金字塔的造型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安裝它的水冷 大家應該知道 之前Computex我們也有幫ASA 組裝過一塔水冷機 有關注我們的頻道 應該都知道我們有安裝過 我們來看我們的硬體設備有哪些呢 我們的硬體設備已經安裝完整啦 接下來桌面上呈現的零組件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安裝的CPU水路了 我們要安裝水路之前 我們教大家一個小訣竅 就是說我們硬體設備都已經架設好的時候 我們先測試一下我們的硬體設備 是否能正常開機 再來去安裝你的水冷設備 我們的水路 今天要設計為CPU水路 等一下我們會使用到CPU水冷頭 一定要用到的水泵 水泵主要是帶來水的傳送 再來水箱 今天我們會使用的是八角水箱 其實水箱有分為很多種 看各位玩家如何去設定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使用的冷排 冷排我們今天採用的是360水冷排 360水冷排剛好符合它這個機殼 它可以支援到360水冷排 360水冷排當然是比240水冷排散熱會好一點喔 再來就是水冷都需要的硬碗接頭 90度彎頭 然後還有我這一次有特別加裝的水溫劑 讓我隨時監視到我的水溫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的PEG管管子 還有一些延長接頭 以上就是我們等一下會使用到的設備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安裝我們的水冷喔 我們會不習慣發展 我們不會 我們會不會有空氣 你要快噴 我要快噴 一點點 會不會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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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